玉里一名65岁的温馨妇人接获自称是刑事局司法人员电话 表示说妇人的健保卡被人盗用 即将被停卡必须配合保密调查 否则下午就会被警察给带走了 这个温馨妇人依照指示到银行ATM转账的时候 幸好银行行员查阅有意 联系警方前来劝主才顺利保住了妇人辛苦赚来的51万元积蓄 玉里正一名65岁的温馨妇人 接获自称刑事局司法人员的电话 对方表示妇人健保卡遭人盗用即将被停卡 需配合保密调查 否则下午将会被警察带走 温馨妇人依指示到银行ATM转账时 幸好银行行员察觉有意 联系警方前往劝阻 跟我讲说这个事情要保密 你看都是典型骗人的 我一听就觉得一听就是不对了 把这个汇款的话说 你的衣服要准备几套几套 都恐吓你啦让你害怕 然后叫警车要去接你过 原警表示是接获银行通报 温馨妇人多次进出银行 到银行汇款时神色慌张 行员发现有意认为应该是遭到诈骗 随即拨打电话请警方前往协助 本所在此呼吁民众预见 类似的检警诈骗案件 请拨打165专线或前往就近的派出所 由本所警员或者是当地的派出所 替你们查证以免受骗 原警先安抚温馨妇人紧张的情绪并且说明 这是国内常见的诈骗手法 检警不会以任何理由要求民众交付个人财物 警方借而不舍耐心解释分析诈骗等相关手法后 富人才恍然大悟 惊觉遭诈骗 警方及银行行员共同成功组仗 保住温馨妇人辛苦的存款 记者高双双预政采访报道 以证谈 Оussia 无脱